好 那我们在上课之前请各位调调动机 为了另外一切的要求希望能够得过度日课会 一切的一个动机来今天提议宛位的上世导的这个 大圣菩萨的学处的这个部位 好,那请大家看到 请大家看到菩萨解释的六十 六十三页的最后一行 那上次我们已经讲过 菩萨的十八种根本朵当中的前连种已经讲完了 那接下来今天要讲的是 就是第三下的就是剩下的十二种 那因为这个呢 我为什么今天就是在这个中间就插这个菩萨界呢 因为我们的课程的这个就是已经到了那个嘛 十五菩萨界的这个科判 那三界里面就是三律义当中的 也就是说解脱律义还有呢 菩萨还有密咒的三种律义当中啊 那解脱就是解脱界和密咒界的话呢 就是受界的时候 那首先呢 它的有一个次序呢 就是首先受界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就是上师呢 给那个弟子 就是什么 就是介绍他的学处 比如说 比丘和比丘女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丘的话 就是受界之后才可以 也可以说受界之后才允许 看这个他的所就是学 那个学处的 比如说比丘的话呢 有253条嘛 那比丘女的话呢 要遵守的那个戒条的话 好像有360多 就是这样 就是受界之后 受了界这个之后呢 才可以看就是学这些戒条 那不一样的 那不一样的就是三界里面呢 不一样的这个菩萨界的话 那首先呢 他就是把这个菩萨界的这个学处 首先了解 就是看这些要遵守的这些戒条 自己能不能受这个菩萨界 就是看这些戒条 那然后了解之后呢 再受菩萨界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这个科判呢 就是要讲这个 受菩萨界的这个部分嘛 那我呢 就是在前面啊 就是讲这个菩萨界 那然后我们再讲 受菩萨界 首先呢 首先呢 讲讲菩萨界的学处 就是十四十八种根本多 还有呢 就是他的四十六种的这个 恶作 那然后再讲这个 受菩萨界 就是菩萨界的这个律印 所以呢 这个它是一个 那什么 它是一个次第 好那上次呢 我们在这个十八根本多当中呢 已经讲过这个 前连种 那我在上次啊 讲前连种的时候 好像是觉得有一些复杂 因为他的这个科判呢 没有那么 就是没有一个那个同一的 没有一个同一的 比如说 在广瑞的下世道的 这个部分的话呢 在讲十不善的时候 他有一个同一的这个科判 比如说 是 就是所做的那个是嘛 对不对 对境 是 还有意乐 还有呢 加醒 究竟 就是有四个四个四个 就是完全是同一的 有一个 就是里面呢 有些呢 只有两种 有些呢 只有就是 三个四个 那四个里面呢 又分了好几个科判 就是这样解释 那这样的话呢 我认为大家就是 不仅是 抓不到他的 主要的内涵 那 反而呢 我就是担心 派人们就是 就是把这些 他的这些定义呢 就是搞乱掉 所以呢 我就是接下来的这些 剩下的这些 戒条的话呢 就是 就是用一个 同一的科判来做解释 那今天的话 我认为大家 就是很容易了解 他的内涵 那而且呢 就是马上会 就是抓到他的这个内涵 就是说 他的定义嘛 对不对 什么叫做 什么自占 毁他 或者是等一等件的 那接下来的这个科判的话呢 就是有 四个科判 每一条呢 就是四个科判 就是 是 意乐 加息 究竟 就是四个科判来做解释 那是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 就是前次提到的 第一个戒条的话 跟维多的话呢 自占回他吧 自占回他的这个是的话呢 就是自占回他的那个对境的人 这就是事 那然后意乐的话呢 一般来讲 那意乐呢 他有 降 反导 动机 有三个 那我接下来的这些呢 就是主要等他的 反导和动机 这两种 那加息呢 加息呢 这个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说 我们 有时候会说这个 加息 正行 结行 对不对 这个时候的加息呢 就是 指的就是 他的前行的这个部分 那今天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加息 就是 意乐 加息 究竟 这四种当中的加息呢 它 指的是一个 动作 就是方式 它表示的是一个 动作的 就是它表达出来一个动作 什么样的动作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这就是这里面的加息 比如说自赞回他的话 他的加息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 他用言语 来表达什么呢 说自己的功德 他人的过失 对不对 这就是加息 它是一个动作 那 那然后 究竟的话呢 就是结果的意思啊 就是结果 那自赞回他来说的话呢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呢 就是对方 了解了他所说的内容 也就是说 他听懂了 就这个意思啊 那这样的话呢 他是一个 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犯了第一个根本多 根本多 那为什么要这样飞呢 因为这个呢 就是自赞回他的这个戒呢 虽然他是容易 比较就是犯戒 但是呢 他也是比较严格的 比如说 已经具备了 具足的这个事 动机 行为 都有 但是你说出之后 对方听不懂的话 那这个对方 这个人呢 他听不懂的话呢 不知道 这个根本的 那这个罪呢 叫什么呢 就是轻罪 也就是说 他是属于 这个什么 就是恶作 他不是根本多 因为他没有 具足了 最后的这个条件 因为他 虽然他说出去了 什么都具备了 但是呢 对方没有听懂 所以 这样就是 分科判的这个 原因 也就是很重要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是说 这样随便的 就是自赞回他的话 他就会破了 这个菩萨戒 不会的 不会这样随便的 就是放了这个根本多 他也有条件的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每一条呢 就是把他 以这个 在讲解的时候 用四个科判来做解释 好 那接下来呢 第三 那第三的话呢 第三是 第三是 不听回谢戒 那第一的话呢 自赞回他戒 那第二的话呢 就是不失 采法戒 那第三的话呢 今天要讲的就是 不听回谢戒 好 请帮我念一下 这个原文 六十三页最下位 对啊 若菩萨 就是六十四页的第一 看到了吗 看到了 看到了 那今天有那个了 范伟的 你有没有说到范伟的 已经转换了 上次是简体的 所以你好像 有一些看不出 我还是先看旧的 鬼山论曰 若诸菩萨 掌养如是种类 奋禅 游是姻缘 不为发起 出言死息 出奋必顾 家宜手足 筷石刀杖 垂打伤害 损扰友情 内怀猛利 奋恨意乐 有所违犯 他来见谢 不受不忍 不舍怨解 世明第三 他胜处罚 好 那 这个菩萨界的 这个 的话呢 我就 上面的这个 不做解释了 那去接讲 这个戒条 戒条的四个科判 那第三的话呢 第三条就是 根本多的话呢 就是叫做 他的名呢 就叫做 不听回谢戒 就是人家 就是前来 谢罪 忏悔的时候 那我们呢 不但不接受 而且呢 就是 手打 或者是用什么 鬼杖 等等来 就是 打 这个 他人 那 这样的话呢 就会受到 这个 就是放了 第三个 根本多 好 那首先呢 这个呢 可以用 就是四个科判 来做解释 是 意乐 加行 及究竟 就是四种 那第一 是的话 也就是 对象 那这个 对象的话呢 就是 虽然 曾经 伤害过 也就是说 曾经 伤害过 自己 但是呢 后来 这个对方 他后悔 前来 谢罪 忏悔的 间的一个人 就是间的一个对象 那然后 第二呢 那这个受到菩萨戒的人呢 他用什么样的一个意乐 就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意乐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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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这个戒呢 由于过度的称慧 或者是 冤丑 心里面 那然后呢 不想接受对方的这个 谢罪 还有呢 就是他的忏悔 他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啊 那然后 加醒的话呢 对对方 责骂 手打 等等 就是不责的手段来表达 不肯接受 这个就是 加醒 他的一个行为 那然后 究竟的话呢 究竟的话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对方 就是 受到了 挨骂或者是挨打 或者呢 这个菩萨的内心呢 还是没有放下 就是 冤丑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犯的地 三个根本度 也就是说 这个呢 第三个 就是 菩萨界 里面所说到的 菩萨界的 根本度 第三条 那这个总结的话 就是当 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 那后来呢 他后悔了 并且呢 如你的前来 就是 就是 见 那这位菩萨的话呢 他不但不接受 反而以 称心 求恨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 责骂对方 并且呢 责骂 或者是手打 等等 用固责的手段来反击 那结果 对方 受到了 哀吗 或者是哀打 那这位菩萨呢 受过菩萨的这个人 他内心 那对方受到了 这样的一个 就是 伤害嘛 但他内心呢 还没有放下这个 就是 什么呢 称慧 还有呢 就是 冤恨 这样的 那这个呢 就是 菩萨界 里面的 界评所说的 这个菩萨的 根本度 第三条 那这个呢 他可以分为 脸肿 就是 纯短 还有呢 不听 回泄 这样的脸肿 那这个呢 这个界条呢 就是说明了 我们受过 这个菩萨界之后呢 就是 就是要什么 就是要学会 慈悲他人 那 原谅他人 也就是说 这条界的 他的最主要呢 就是告诉我们 就是要会 要学会 就是原谅他人 就是要忍辱 那对方来谢罪啊 或者是忏悔啊 比如说 比如说 就是以前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有人伤害过你 对不对啊 那然后呢 就是后来 就是 给你 就是忏悔啊 那这样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就是要 原谅他 就是要学会 原谅 就是对方 那不原谅的话呢 那 就是 放在这个根本 多啊 那如果是 这个里面呢 是 意乐 家行 都有具备 但是 结果 结果呢 这位菩萨呢 他原谅的话 接受 这个忏悔的话呢 那这个罪 那这个罪是什么罪呢 他不是重罪啊 他是 轻罪 不会破掉 我们的这个 菩萨界的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里面呢 四个项目里面呢 就是 没有 具足任何的一个 项目呢 他都不会 破这个菩萨界的 好 那然后 第四条 请帮我念一下 那这个第四条呢 他名叫 学器大神教戒 鬼是 论曰 若诸菩萨 放菩萨障 爱乐宣说 开示建立相识正法 于相识法 获自信解 获随他转 是名第四 他胜处法 好 那第四 菩萨界评当中 所提到的第四条 根本多的话呢 他名叫 舍弃大神教戒 那这条呢 也可以从这个 是意乐 加行 究竟四个角度 来做解释 那首先的话呢 就是 是 也就是说 所舍弃的 这个法 所舍弃的 这个法的话呢 就是 开示 圣身 或者是 广大法 的菩萨 法界 也就是 大圣的 这个 方便 就是 宣说 开示 大圣的 方便 和智慧的 这个 经典 那这个 就是 这里面的 所舍弃的 这个 东西 那然后 意乐的话呢 就是 由于 愚痴 还有呢 邪见 就是 不正当的 一些观念嘛 想要 诽谤 大圣的 这个 法杂 这个就是 他的动机 和 烦恼 那然后呢 他用 什么样的 一个 方式 来 舍弃 或者是 诽谤 这里面的 舍弃呢 就是 诽谤的 意思啊 那 行为的话呢 也就是 加行的话 就是 诽谤 开始 甚深 广大 恶法的 菩萨 法界 比如说 比如说 这里面呢 就是 开始 甚深之 无我 或者是 空性 比如说 般若 青 般若 十万 宋 还有呢 两万 宋 八千 宋 金刚 金 还有呢 这些 心界啊 就是 这些 那这些呢 就是怎么 诽谤呢 也就是 这些不是 佛所说的 这些是 以前 印度的一些 智者 他们杜撰的 就是 这样说的话 那就是 舍弃了 大神的 法杖 也就是说 诽谤了 大神的 这个 法杖 就是用 这样的一个 方式 来诽谤 那然后 最后呢 最后呢 就是 决定 诽谤 心里面呢 就是心里面 决定 他 建 诽谤 这个就是 究竟 好 所以呢 这里的话呢 它就是 舍弃 大神 教戒呢 这个里面呢 可以分为 就是 连种 第一的话呢 舍弃 大神 教戒 第二的话呢 宣说 相似 法 连种 那第二宣说 相似 法的话呢 这个呢 也可以从 试 意乐 加行 究竟 就是四个角度 来解释 第一试的话 就是所说的 法 为相似 的法 就是相似 法 那相似 法 它又指的是 什么呢 就是自己 发明 编造 或者是 听别人 讲的 就跟正法 有一点相似的 这样的内容 那这个呢 就是在这里 就是所说的 这个相似 法 它并不是 正法 它并不是 佛所说的 那意乐的话呢 由于邪见 无略 那而想要 传播相似 这样的法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 加行 加行的话呢 不仅自己 十分的 就是 喜欢这个什么 相似法 那并且呢 对他人宣说 而且呢 让人随奉 相似法 这个就是加行 也就是说 他的一个行为啊 他呢 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 行为来就是 说这个什么 说这个相似法呢 那不仅呢 他本来就是 很喜欢这样的法 那然后呢 就是跟别人说 这个 这个法 那然后呢 不仅是跟别人说 那然后呢 就是让别人跟着 就是他 就是这个法 就是让别人修这个法 这个就是加行 那究竟的话呢 那结果 对方了解自己 所说的这个内容 也就是说 你这样说 那然后对方呢 他就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知道了 那就是放了第四条 就是第四条 根本堕当中的第二 好 那这条的话呢 他就总结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 若违谤开示 大圣的 就是 什么圣生 或者是广大的 这样的法杖 或者呢 就是以 义乐的这样 非法的观念 来对他人修说 非法或者是 相似的这样的法 那并且呢 让对方导入 错误的一个观念 那这个呢 就是 菩萨戒评当中 所提到的 这个 菩萨根本堕的 第四条 那这个呢 又可以分为 两种吗 就是 诽谤大圣的 佛法 还有呢 就是 宣说相似法 这样的两种 好 那以上呢 菩萨的 十八种根本堕当中的 这个 菩萨戒评当中 所提到的 四种根本堕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集学论当中呢 所说的 十四种 菩萨的根本堕 好 那 十四种当中呢 第一的话呢 它的名叫 不欲取三宝物 大家就是 看一下 那详细的 自己去看 回答 这个是 第 第几月啊 六十八 六十八吗 对 那这个部分呢 你就 不需要 赌了 好 好 那 那第一条的话呢 不欲取三宝物 也就是说 夺取三宝物 的这个戒 那 集学论当中说 解夺三宝物 说为 他胜罪 那这个呢 可以分为 是 意乐 加行 及 究竟 四种 那就是 四个 四个科判 首先呢 是的话 就是 所躲的 这个物品 和物主 那 这个呢 就是属于 物主 三宝的 任一 就是 三宝 任一的 什么呢 就是 他人 供养或者是 供养三宝 或者是 就是三宝 他自己所拥有的 这个物品呢 就是在这里的 是 就是 那 然后呢 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是 要了解的 一点呢 就是 我们一般在讲的 这个三宝 是有点不一样 我们一般在讲的 这个三宝的话呢 佛宝 就是 佛嘛 对不对 佛陀吗 但是在这里的话呢 佛宝 它指的就是 如来佛 那然后呢 象征如来佛的 这个佛像 就是佛像 还有他 这些都是属于 这里面的 这个 佛宝 那然后呢 就是 供奉他们的一些物品 这些呢 属于就是 佛宝的 这个物品 那 法宝的话呢 我们一般在讲的 三宝当中的 法宝呢 它指的 就是 是 圣者的相续当中的 这个 灭地 或者是 道工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两种嘛 没有什么其他的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 就不是见了 它指的 这里面呢 指的就是 正正法和 教正法 都有 就是 世青菩萨在 是 俱舍论当中 所提到的 这个样 就是 佛法呢 就是他说 有两种嘛 第一的话呢 教正法 第二的话 正正法 就是这里面的 教正法和正正法 都有 那 教正法呢 它指的就是 我们在 念的 这些 经书 就是经书啊 就是法宝 我们一般 就是一般 白话在讲的 用白话来讲的话 就是法宝 这些书本嘛 这些就是 这里面的 这个 就是法宝 那然后 当然呢 正正法 也是属于法宝 所以呢 这里面呢 提到的 法宝呢 它不仅仅是 正正法 还有 教正法 就是我们 一般 在讲 一般在讲的 这个法宝 经书嘛 对不对 那 就是 就是给这些 什么 法宝 这些呢 供养的 就是供品 或者是什么 等等物品呢 都是属于 这里面的 法宝的物 就是物品 那 那三宝的话呢 就是我们 一般在讲的 三宝当中的 三宝的话呢 它指的就是 圣主 圣主和 三宝是 同意的 就是同意的 不管是小圣 或者是大圣的 就是 已经获得了 见到以上的 不特切罗 就叫做 三宝 一般是这样的 三宝当中的 三宝 那在这里呢 不仅是 圣者 那然后 还有凡夫 这个凡夫的 凡夫的话呢 这里面凡夫的 这个三宝呢 它指的就是 比丘 或者是比丘女 怎么讲 就是 满四个 比丘 或者是比丘女 以上的 三宝 这个呢 叫做 这里面的 三宝 所以呢 就是用简单来讲的话 如果是凡夫的话 那就是 比丘 四个比丘 或者是比丘女 以上的 就是 出家众 那如果是圣者的话 那就是 一个 普特切罗 以上 所以说 不管是你 就是 偷去了 这个 偷窃了 这个什么 比如说 这里面 偷窃 比如说 一个受过 菩萨界的 普特切罗 那他偷窃了 圣者 一个圣者的 物品的话 那就是 他就是什么呢 放的这个根本多 但是呢 他偷窃的是 一位 比丘的这个什么 物品的话 不是两位 三位 四位啊 一位 或者是 两个比丘 或者是 三个比丘 以下的 这样的 物品 他的袈裟 或者是什么什么 他的 什么 资产 等等 这样的话 那这里面呢 他不会放 这个什么 根本多的 所以他有一个界限 如果是 所偷窃的东西 的物主是 圣者的话 一个 普特切罗 就可以 但是 物主是 凡夫的话 一定要 满 四个 比丘 或者是 比丘 你 三米 这些都 不行的 三米 也是不行的 就是 偷了这个 三米的东西 的话呢 也不会放 这个根本多 但是 我不是说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这些呢 就是偷了这个 什么 比丘 两个比丘 三个 三个比丘 这个物品的话 不会放 这个根本多 我的意思 不是说 可以去偷啊 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他这个呢 就是比较严格的 一个 就是 比较严格的 一个界条 也是不容易犯的 那比这个呢 菩萨界还要 就是 解脱界是 非常非常的严格的 非常的严格的 所以呢 这个第一条的话 就是第一条的话呢 就是 不欲取三宝物 那这条呢 就是 他的物主呢 一定要什么呢 圣者 一个 一个圣者 或者是 凡夫的话 那他就是 三名也不行的 三名你也不行的 就是 比丘 比丘里面呢 一位 两位 三位 以下是不行的 一定要满四位 以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 是 那第二的话呢 意乐 意乐呢 就是还没有获得 三宝 任意的 开许的情况下 想把三宝 任意的物品呢 占为自己 所有 就是想 他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啊 那为什么这里面呢 说 开许 没有开许啊 如果有开许的话呢 不叫偷 对不对 那然后加醒 他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进行偷窃呢 就是以欺骗 或者是按窃的方式 自己动手 或者是教人行窃 那不管无论是直接或者是暗中偷窃啊 都是属于这个加醒的 就是偷 那究竟的话呢 究竟的话 结果呢 怎么样呢 那行窃之后呢 内心呢 就升起一个 我已经得到了这个物品 建立一个心 那这个呢 我们就是用一个简单的这个名词来讲的话 就是 升起一德心 就是升起一德心啊 我已经得到了 就是建立一种心啊 那如果还没有升起这样的一种心 就是一德心的话 也不会放这个戒条吧 好 所以呢 第一条总结的话 就是由于三毒任意 以行窃的知心 就是为获得三宝任意的开取 在情况下 直接或者是暗中夺取出于三宝任意的物品 那结果升起一德知心 那这个呢 就是极学论当中所说的菩萨根本多第一条 好 好 那第二条 毁办政法界 那极学论当中说 所毁办政法 否说为第二 就是第二条 那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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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以事 意乐 加行 就究竟 四个角度来解释 那第一 事的话呢 也就是所毁办的 这个法 就是三宝任意的 教证法 比如说 啊 开示大圣的这个圣神 或者是广大到此地的金藏 不是论定啊 这里面呢 他就是严格的要求 就是金藏 就是佛所说的 不是什么后代的一些智者 所讲的不是这个意思啊 不是指的这些东西啊 就是金藏 那或者是 小圣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身为来讲的话呢 开示四圣地的 小圣的金藏 比如说 四地法文 四地金藏嘛 那 读觉来说的话呢 开示十二支圆旗的金藏 那这些呢 就是在这里的 所毁办的这个法 就是教证法 法有两种 就是正法有两种当中的 这里指的呢 它就是叫正法 然后义乐的话呢 就是由于邪见 而想要毁灭正法之心 也就是说 他想要毁灭这些 那怎么毁灭呢 第三 加醒 他就是用言语来表达 怎么表达呢 三圣的任意的正法 这些金藏 他说 不是佛所说的 就是贱的 毁办的 不是所说说的 比如说 波日十万诵 八万诵 等等这些呢 不是佛所说的 那心经也不是佛所说的 那后来的一些什么 就是后代的一些印度的智者 他们杜撞的等等 也就是说 逢认 或者是四地法论 不是佛所说的 就是吴比丘讲的 等等这样吗 那最后呢 就是对方了解了 自己所说的这个内容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第二条 那总结的话 由于邪见而想要 毁灭正法的 这样的一个动机 那对他人说 三圣任意的金藏 不是佛所说的 最后呢 对方就是了解了 自己所说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呢 就是集学论所说的 菩萨基金本多的第二条 第三条 就是损害出家戒 损害出家戒的话呢 集学论当中说 虽放戒比丘 多加杀纯达 若令入欲尽 即将 即将其出家 即将其出家 即将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让他还速啊 好 那这条 那这条呢 也可以从事 意乐 加行 究竟四个 科判来做解释 那然后 首先第一的话呢 就是损害 事嘛 这个事 事的话呢 所损害的这个对境的话呢 比丘 比丘或者是比丘你 那比丘或者是比丘你的话呢 这里面呢 他是 他的范围呢 就是比较大的 他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那这里面呢 如果是圣者的话 如果是圣者的话呢 他是比丘圣者的话 那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对境 所损害的这个对境 也就是说 第三条 所犯的 犯戒的这个对境 虽然他是圣者 但他不是什么比丘的话 那 也不属于 这里面的 这个 第三个戒条的这个对境 所以说 这里面呢 就是比丘和比丘你就可以了 比丘和比丘你 这个对境的话 那然后呢 义乐的话呢 由于三度的认一 就是过度的 有三度 三度就是过度的贪心 过度的群心 过度的什么呢 就是 无敏 对不对 于群 就是于尺 那而想要夺取出家人的袈裟 或者是让他还索 建立一个动机 那 家行的话呢 他就是用各种的 就是不同的这个方式来 就是自己去动手躲 或者是自己亲自让他还索 或者是直接就是间接的方式来夺取 或者是什么呢 还索的话 那这个呢 就是加行 那第四的话呢 那第四的话呢 究竟的话呢 究竟的话呢 究竟呢 他最后呢 就是升起了什么呢 以德出家 比丘后 就是比丘年的 袈裟的得心 或者是 让对方还索 这个就是究竟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总结的话 那这个呢 在菩萨介事当中呢 综合法大师 把它分为连种嘛 就是连条 连条呢 第一条的话 就是夺取 夺取 袈裟戒 还有呢 就是 还俗戒 就是有连种 那这个总结的话呢 由于三度的人一 那然后 就是 直接 或者是间接 偷取出家人的袈裟 或者是 让他还索 那最后呢 就是 内心升起 以德的心 或者是 对方还索了 那这个呢 就是 集学论当中 所说的 菩萨根本界 第三条 好 那第四条的话呢 就是 造五间罪 造五间罪 那集学论当中说 造作 五五间 只有一句啊 那这个呢 也可以 有这个 事 意乐 加息 究竟 四个角度来 做解释 那首先呢 就是 做五间罪 的这个对象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五间罪 五间罪的话 就是这样的 就是 杀 就是 杀害这个 父亲 母亲 阿罗汉 那然后呢 破核核心 第四 第五 出佛生血 这个五种 就是 无间罪 那造无间罪的 这个对象呢 就是 父母 阿罗汉 还有呢 和核核心 这个里面的 核核心的话 就是 四个 也就是说 满四个 比丘 或者是 比丘 你 遗善的 身重 那两个 也是不行的 三个 也是不行的 一定要满 四个 比丘 或者是 比丘 你 以上 那 出佛生血 的话呢 就是 真正的佛 真实的这个佛的话呢 没有办法杀嘛 对不对 就是他 代表的 也就是说 代表佛的 这个佛像 等等这些嘛 就是破坏佛像 等等这些 所以呢 对象 就是说 父母 阿罗汉 满四个 比丘 或者是比丘 你 以上的身重 还有呢 代表佛的 佛像 或者是 佛塔 这些 那 意乐的话呢 就是 所破坏的这些 意乐的话 就是 破 合格 合格 的动机 那 为什么呢 就是想要把它 分开 那这里面呢 无间罪当中的破核核心的这个动机的话呢 就是他不管是嫉妒或者是称会 或者是什么呢 就是愚痴等等 这样的过度的这个烦恼 那然后呢想要就是很相处的比丘 或者是比丘女把她们分开 或者是有一些呢 就是不合的 然后呢他再进一步的让她们就是变成不合的 就是不相处的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嘛 那然后剩下的这个四种的话呢 他的动机呢 当然就是要杀害对方 就是杀害父母阿罗汉 就是要破坏佛像 那家庭的话呢 就是不论自己亲手的动手 或者是叫他人行凶 就是行凶父母阿罗汉 迫害什么 迫害什么 就是那个什么 佛像 那然后呢 就是调博离间 调博也就是说 调理这个比丘或者是比丘女 四个人以上的 我这里写的呢 就是两个出家人以上 这个应该不是 应该我写错了 这个地方 这个破合合生的话呢 他的对象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比丘 而且是满四个比丘女 或者是比丘女以上的 好 那究竟最后的话呢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 对方 比如说 对方呢 就是比自己早死 或者是什么呢 这个四个比丘 或者是比丘女以上的 这个生种呢 他们 就是分开了 对不对 就是出家人相续当中呢 就是生起了一个 彼此 什么 不合 不相合的这样的一个 矛盾的一个 心里面的负面的 这个 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 这样的影响嘛 那然后或者是破坏了佛像 这个就是最后的究竟 那总结的话呢 就是以 三读人一的这样的一个意乐 造作了五种五千罪的 其中的人一 一种的话 那这个呢 就是极学论当中所说的 佛萨根本界的第四条 好 那第五条的话 就是持斜见见 极学论当中说 直持斜导见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也可以分为是 意乐加行 究竟四个方面 那首先 那首先是的话 也就是说 就是 所诽谤的这个 斜见的 斜见他所诽谤的这个对象 也就是是的话 东西的话呢 就是所诽谤的这个是 就是黑白的叶因果 或者是前后事 或者是三宝 那 这个我们的课本里面呢 他没有提到三宝 但是我认为 应该有三宝的 那这里面呢 课本里面呢 只有叶因果 还有前后事 这就是什么 斜见所诽谤的这个东西 那意乐呢 就是他的动气啊 动气呢 就是想要毁灭 毁伴这个叶因果 或者是前后事 那怎么诽谤呢 第三 就是加行 怎么诽谤呢 就是 说善恶行 非苦乐 之因 也就是说 善恶呢 它不是痛苦的因 也不是快乐的因 这个就是在毁伴 业因果当中的因 那然后呢 苦乐呢 也不是来自于善和恶 这个呢 在毁伴果 那这个呢 我们换一句话来说的话呢 它意思就是说 我们 就是没有什么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 你什么做都可以 那死了之后呢 因为呢 什么都是没有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说的话 就是毁伴了叶因果 那或者是 那或者是 他就是 毁伴说 人 不会从前世 来到今世 也不会去到来世 这就是在 毁伴 前后世 那究竟的话呢 他就是心里面呢 决定 毁伴 好 那总结的话呢 就是 这是毁伴 也就是说 三度任一 就是 蒙裂的这样的一个 缘故呢 就是毁伴了 叶因果 或者是前后世 等等 那最后呢 就是 心里面呢 就是 决定 毁伴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戒条 就这个呢 就是 犯了这个 集学论当中 所说的 菩萨根本 跟本多的 第五条 那接下来 第六条 第六条呢 他的名叫做 破坏 处所界 集学论当中说 毁坏 聚落的 否说 为本罪 那这个呢 也有 世人意乐 加行 究竟四条 就是 四个 科判 首先 所破坏的 这个 处所的话呢 村 还有呢 城市 还有呢 国 那这个呢 我不会念啊 怎么念这个 上面一个口字 下面是一个那个 八 嗯 我意 对对对 就是 业啊 那他呢 这里面是最大的 就是国 一个国家 那最小呢 就是一个村落 就是 小 就是从 小到什么呢 小这个村落 大到国家 建这个 出所 也就是说 破坏的 那意乐的话呢 也就是说 发起 人物的心 这个人物心呢 就是 烦恼 想破坏 对方的 所 除 就是 处所 那这样的 意乐 那行为的话 第三 加行呢 以何种的 方式 摧毁呢 也就是说 以何种 就是 用各种 用某种的 方式 那 想要 就是 催 就是什么呢 某种的方式 来摧毁 他人的 处所 就是 村落 或者是 城市 或者是 意 或者是 国家 一个国家 就这样 那不知道 这个里面呢 为什么 没有提到 就是 地球 就是 整个地球 对不对 因为 整个地球呢 就是我们 张布州的 中心的 一个 处所 居住的 这个地方 但是 这里面呢 他提到的 只有 村 城 意 还有 国 就是四种 所以呢 这条呢 它可以分为 四种 就是 破坏 村 破坏 什么 城 破坏 意 破坏 国的 这样的 四种 好 那然后呢 究竟的话呢 结果呢 被摧毁了 那这个可以分为 四种 就是 村等 四种的 这个界条 那总结的话呢 就是为了 自立 而用 何种的方式 来破坏 他人的 村落 城市 意 以及 国家等 任意 那结果呢 被摧毁了 这个呢 就是极学论 所说的 菩萨 跟本节 第六条 那接下来 第七条的话呢 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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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长 比较长 什么 非法弃者 说圣 法 非法弃者 说圣 法 解 那这个的话呢 集学论当中 就是集学论语 于本禁修行 修心 有情说空法 只有两句啊 那可以分为 是 意乐 加行 那然后 那究竟 就是四个科判 那然后呢 首先就是 他的 这个 是 也就是说 所 这个什么呢 所说 所说的这个 对境嘛 所说 说什么呢 说空性的 圣神法的 这个对境的话 那就是 为善修心 之有情 也就是 若对此 说空性 有情 可能 会生 恐惧之 已 发心者 那这个呢 比较长 那简单 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 说空性的 这条 就是 非容器 说空性 这条的 对境 所说的 这个对境 有情的话呢 它虽然 已经发心了 它是已经 菩萨了 但是呢 没有 那么 就是 善妙的 一个修心 所以呢 他听到 这个空性 法的时候 他会 害怕 就是这样的 一种菩萨 这个对境啊 这个对境的话 意思就是说 已经升起了 怎么讲 这个呢 这个对境的话呢 就是 对于 空性 法 会升起 恐惧的菩萨 这里面的 对境 那然后呢 意乐的话呢 就是让对方 了解空性的道理 然后呢 就是跟他说 圣神法 就是空性啊 就是动气的话呢 我们 就是没有观察 这个菩萨 他能不能 听懂 就是听下去 这个是能不能 听进去 这个空性的这个法 我们没有任何的观察的情况下 随便 就是随意的跟他讲这个空性法 那最后呢 这个菩萨呢 他升起了就是害 就是 升起了这个恐惧心 那最后的话 他的这个菩提心就退失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犯了这个第七条的根本罪 那第三的话呢 就是加醒 跟他说什么 大圣的圣神法 就是空性 第四的话呢 究竟那结果 因对此 因对此 说了这个空性 升起了恐惧 那然后 最后呢 他就是退失了这个菩提心 堕入了小圣 那这样的话 那就是 犯了这个第七条的根本堕 好 那总结的话呢 如果我们受了菩萨戒之后 那对于 以发心 但是有可能 就是恐怖空性 的友情 对他说 因为 因为对他说空性 空性的法 的缘故呢 退失了他的菩提心 堕入小圣 的话 那这个就是 集学论当中 所说的菩萨跟本堕 第七条 那第八的话呢 集学论当中说 以 这只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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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七 第八 好 那时间 已经到了 那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里了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今天就讲到第七条 下一堂课我们从第八条开始讲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分钟 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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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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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輕罪 不是重罪 這個 嗯 嗯 比如說 你去寺院嘛 對不對 然後啊 就是 裡面的 嗯 這個師父啊 他就是沒有發現的時候你就是拿了一些物品嘛對不對 那然後你拿到之後啊 拿到之後呢 你心裡面還是不放心啊 放心的話你不會 呃 會生起哎 現在我已經得到了這個東西啊 不會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最後呢 你就是 呃 回到了家裡啊 或者是一個安全的地方的時候 也沒什麼問題的時候 你才會心裡面想啊 呃 這個現在是已經是我的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才會放了 第一條 不欲取三寶物 在正在猶豫的時候呢 也不會放這個第一條 甚至是猶豫也不可以的 那這個也是不一定的啊 最終生起也不是不一定的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他拿到之後呢 他還是認為 不是我的東西啊 是 呃 這個三寶的東西 他現在認為的話呢 也不是放假 這個是輕罪啊 我們看起來就是比較容易放 但是呃 又是怎麼講 又也是不容易的啊 呵呵 但是最容易的放的就是第一個 自贊回他對不對 這個是特別特別的容易放的啊 你不管是自贊 或者是回他 都會放這個第一條 但是這個自贊回他的話 那個對象呢 你一定要 要有這個對象的話 必須是一個 聽懂的 就是聽懂你的話的 一個人 聽不懂的話又是不行的 你跟他就是 自贊回他 他也就是說 講自己的這個功代 就是百遍千遍是不行 他聽不懂的 這個也是犯罪的 對啊犯罪嘛 但是這個你說啊 這個是 他可以分譯這個 是 意樂 加行 究竟 對不對 那是呢 他沒有拒絕 他沒有具備這個是 第一個條件 因為那個人他聽不懂 對不對 傻傻的你講怎麼他就聽不懂 第一條是沒有具備的 那是第二條你的動機已經有了 對不對 第三條你也是這樣說了嗎 講自己的功德 你要講他人的過世 對不對 中間的這個動機和 什麼意樂和加行 是已經 什麼 就是 完成了嗎 對不對 但是第四個究竟呢 對方聽不懂啊 所以這個四個 是裡面四點裡面呢 中間的兩個已經 具足了 但是呢 前後這兩個沒有具備 所以呢 它不是 是根本罪 它是屬於親罪 也就是說 惡作 這個呢 也是有罪的 不是沒有罪的 它大大小小的都有罪的 但是 也不會犯根本罪 都不行的啊 這個對象 這個對象的話 一定要別人 動物也不行 東西也不行啊 就是其他的動物也不行啊 比如說 你不要說那個什麼石頭啊 就是 狗狗啊 或者是其他的動物 也是不行的 那 連你自己都不行 你 你就是跟自己說 這個自葬 回他見的話 也不行的 一定要他人 還有特別 這個人 必須 是一個 要聽懂你的這個 所說的話的人 哈哈哈哈 你聽不懂他 你所說的話聽不懂 但是你就是用這個什麼 以牙語 來表達的話 那他最後啊 你所說 你是這樣表達的 他 了解到了你的意思 表達的內容的話 也就是 這一條 如果是國外的人 就是老外嘛 對不對 雖然他聽不懂什麼中文啊 但是你用什麼牙語等等 他就是從你的這些 啊 就是行為 看出 對不對 這樣的話 最後 他知道了你所說的 這個話的內容的話 那就是什麼 放了第一條更多 所以這個呢 就是有兩種啊 用語言來表達 第二種的話呢 用自己的什麼 表情來表達 就是有兩種 對啊 佛像有一些 啊 寺院裡面呢 佛像面前有好多的供品嘛 這個是屬於三寶的供品 就是三寶的物品嘛 對 那我們就是沒有寺院的允許啊 或者是這樣的話 我們悄悄的難走 或者是隨便的難走的話 那就是放了第七條 啊 嗯 就是一條嘛 對 啊 對著佛像 智障回答 不行吧 你怎麼跟他講 他也聽不懂啊 裡面哪有佛 沒有啊 所以我們 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 大家一定 在自己的那個房間裡面 有一個佛像 或者是法照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觀想的時候 觀想這個法照的時候 不要把這個法照把它 它認為它是一個 用紙來做的 或者是 用什麼 銅啊 或者是銀子啊 等等 什麼 一些 就是原料來做的 不要把它當作 不要把它觀想成 這樣的一個 對象 在觀想的時候 你 把這個佛像呢 把它觀想成 如果是佛像的話 這個佛像把它 什麼 什麼 視為 斷出一切的 什麼 過失 過得一切的圓滿的功德 建的一個 就是 圓滿的功德的一個佛 然後跟自己的 善失是 無二無別的 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概念啊 不然的話 你把這個 佛像呢 當作一個什麼 就是一般的 什麼 啊 我們一般的這個什麼 就是畫像 或者是唐嘎 或者是佛像 建的話呢 就是對我們的這個 加持力 也是沒有那麼 啊 就是大 沒有那麼大的加持力啊 所以我們這裡做功課啊 觀想的時候 面對的就是一個唐嘎 但是我們 把這個唐嘎裡面的 本尊或者是佛陀 把它什麼呢 當作一個真正的佛 就是無聲心的間諜個佛 那不行的 這個人 嗯 這個一定要是人啊 我這個裡面沒有說嗎 就是人 自贊回他的話 對象一定要是人 天人也不行 比如說今天呢 有一個天人來到你的面前 你也看到了這個天人 對不對 那然後你再跟他說 就是自贊回他見的話 也不會犯這個什麼 自贊回他的這個戒 因為對象呢 他不是人 他是一個天人嘛 你不管是欲戒的天人 或者是色戒 無色戒的天人 因為他不是人 所以這些真的是比較嚴格的 對不對 一般就是 都是認為啊 就是我們 自贊回他的話 什麼呢 只要是自贊回他的話 他就會 放這個第一條的根本多 那其實不是這樣的 不會這樣 會破掉這個菩薩界的 不會的 但是呢 你不管怎麼樣 就是自贊回他了 對誰 或者是對石頭 或者是什麼什麼 等等見的 就是不管是什麼樣的一個對象 你自贊回他的話 那他不管怎麼樣呢 都有罪的 但是這個罪呢 他不是根本罪 他不是根本罪 他是一個 各作 也就是比較輕的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就 講到這裡 好 手colm 方 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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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o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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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omanda